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独角仙的幼虫 他们现在正要准备从原本放在塑胶盒里面的腐植土 要进入到未来的新的生长的环境 那我们看到这些幼虫呢 很小,很可爱啊 好,这一个呢就是独角仙的幼虫 好,小心啊 好,那么独角仙和枪形虫的幼虫呢 其实长得有点像 那最主要的区分就在于它的肛门 那现在独角仙的幼虫正在寻找它适合生长的地点 而且我们可以从它的身体半透明的状态 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身体里面都黑黑的 它黑黑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吃土 所以它才会黑黑的 好,现在我们即将把它放进去咯 好,我们把它放到土堆当中 刚才这几个已经有两,一只已经不见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是怎么钻进土里面的呢 很厉害啊 然后慢慢的把它钻入到土堂里面 刚才看到的一只,现在已经钻了都差不多快看不见了 在这样的一个气息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善加保护 那么在明年的暑假 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到一只只非常健壮的独角仙 就会从这里面变成一只活生生的独角仙成重出来 好了,它们已经全部进入到凝土当中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